我到了 搞起 OK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 时间直接交给Syncar老师 然后直接开始今天的主题 今天其实想给大家演示 就是说开发一个很小的web2的APP 因为我们接下去有三节课 会牵涉到三个比较重要的内容 一个是怎么样在浏览器端 开发一个CKWarsom的小程序 并且把它wap到链上 第二个阶段是大家是扩展 就是wap虚拟机 然后增加一些whole circle的 提供一些比较fancy的功能 给自己用 然后第三个的话 就是怎么和我们的 这个CKWarsom Cloud的交互 然后怎么去做continuation 怎么去做batch 还有一些再deep一些的话题 那今天的话 我又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先开始 就是说开发一个web小程序 我不知道这边有多少人 是对浏览器HTML5比较熟的 所以我可能要一开始 讲的稍微啰嗦一点 之前我们提交一个web assembly 并且产生proof 这边大家都没什么疑问了 对吧 因为上次应该都除了最后 那个演示有个dry run fail之外 因为其他可能大家已经都比较熟了 所以我这边直接开始 开始写我们这个东西 那我大概的讲一下 我们的目录结构 我大概讲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里面的话 就是说我要写一个小游戏 这个是我们的模板 然后这个模板里面 目前是什么都没有的 然后我们可能通过 三次节课的时间把里面这些内容都填上 然后这里面有两个重要的内容 第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说 我们把它叫做游戏逻辑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内容 就是我们把它叫做这个显示逻辑 然后你开发一个网页端的APP 然后又要把trustless computation用上 然后你又在网页端端的这些交互 然后又可以trustless上链的话 其实就是把你网页端执行的这段web assembly 然后给它产生临时证明 然后丢到这个我们的wathomcloud上 就产生这个最终的batch1的proof 最后给它丢到以太坊上 或者说丢到BSC上链上去 OK 那所以我们先开始看一个我们的半成品 然后我们再从头开始来看这个代码的开发 半成品大概是啥样 半成品大概是这样 这个有些人可能已经看过了 我们还是走一遍吧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半成品呢 小业游对吧 就是说基本上也不用上色 然后你就看到就是这是一个NFT 然后这NFT的里面 你可以跟这个NFT进行一些交互 然后在交互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给它一些指令 然后你给它一些指令之后 它触发一些事件 然后这个小游戏里面可以让你选择 OK你是增加一些智慧啊 或者说是增加一些速度啊 或者怎么样 但你也可以选择工作 对吧 你可以赚一点钱 然后你可以选择探索这个地图 然后你可以选择摆烂 这个摆烂的话 你可能会掉一些HP 掉一些HP 然后你就是不停的去对它进行操作 然后操作过程当中 不停的去改它的状态 然后你每一步呢 其实在这里面都会有一个小程序 有个游戏的程序 我们把它叫做Gameplay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是一段Russ写的程序 它干什么事情呢 就是你每次收到一个指令之后 它在最后CKmin里面有个大的循环 然后去处理你的指令 然后去更新你的状态 这个我觉得大家如果写过 就小游戏的话 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就不停的去跑去探索 然后由于我们这是一个roll up 所以它不用每次都会练交互 那么你就大概交互 比如说12个月之后 然后你再去 你也可以去搞点装备 或者什么 现在没有装备 因为没有什么愉快的事情发生 所以可能 点个装备什么的 然后点个装备 戴个帽子什么的 然后就继续跑 那你会发现 就是说我们当前设定 就是说当你产生一定数量的这个transaction之后 你把它去提交到链上 然后去 我们这里就 它三个月跑完 然后我们看一下最后怎么产生improve 那么今天我要讲的就是说 我要怎么样去构建这么一个小程序 但是我是从头开始构建 我们就把这个代码全部丢掉了 我们从头开始构建一个小程序 然后我们今天构建小程序非常简单 就是向左移向右移 然后把这个程序 然后产生一堆transaction之后 利用灵智虚拟机 把这个浏览器里面跑的ckwarsom小程序 丢到ckwarsomcloud里面去运行产生proof 然后去上链 那么上链部分是我们下节课讲的 这节课比较就讲 怎么去构建这么一个程序 然后是哪些组件 然后我们template怎么用 最后再跑一月了 然后在这个点上你会发现 ok我已经积累了那么多东西了 对吧 积累了那么多东西之后 我可以去提交一个proof 这个是我们整个所有的操作序列 然后我去提交一个proof 这proof可能在我们现在测试网上 是不一定是能过的 因为这可能是一个老的image 没有更新 那不管吧 现在我们把这流程走完 你就会发现他在proving了 proving就是说我这里有一个测试网上的话 有人提交了一个证明的task 在这边proving ok 然后你拿到这个proving之后 你就可以在这边去继续去往下玩 然后去验证什么的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说 你可以开发一个简单的业游 但是单机 我们这四节课结束之后 会有一个作业 就是开发一个简单的相机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就相机不行 跳起也行 实在不行的话 你们两个人猜数字也行 开发一个互动的小游戏 但是可能就用到 我们接下去这三档课里面 用到的一些内容 到这里 大家对这个流程应该是理解的 对吧 我有一个游戏引擎 不停的在去做这个状态转换 然后我有一个显示引擎 去做这个无聊的这个渲软 对吧 把这个状态给渲软出来 然后我有一个证明引擎 是我们的CK Watson Cloud 我还能提交上链 产生这个链上的这个settlement 到这块 大家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对吧 好我们开始 我们就把这里面所有的代码 全部都删掉了 删掉之后 重新开一个 这也都不要了 这都不要了 重新开 重新开一个代码仓 这代码仓里面就啥都没有 这里面 这个除了这个 这个 ls里面 south里面 我们啥都没 对吧 只有一个utilis函数 这个函数就比较一下大小 就啥逻辑都没的情况下 我们来写 一个简单的这个小页游 这页游就很简单了 我 我大概讲一下这个逻辑 我怎么写 就是说 OK 首先我把上约可以讲过 怎么在Rust里面做 我怎么开发的 你就是 用一些基本库 SDG库啊 这些都是可以用的 然后呢 你account什么都不要 全部全部商量 不要不要 然后我们这次这个游戏的这个 状态只有一个 就是这个人 他当前所处的这个位置 好吧 然后我们的命令 也只有两种 一个就是 如果command是零的话 他就往左移动 如果command不是零的话 就往右移动 这大家都没问题吧 因为这个这个都是 就是写一个简单的自动机 简单自动机 然后呢 我给这个一个游戏状态 这是我们的这个 呃 state OK 那我们给这个游戏状态呢 就是说提供一个query函数 get position 然后我们再 再填一个函数 大概就是啊 这个update state 啊 via comand 就这两个函数 特别简单 所以你这个游戏 基本上 你就可以猜到了 在这个游戏 或者说在这么一个交互过程当中 你在网页上 只有两个操作 一个是向左移动 一个是向右移动 对吧 这没有问题 那我们的门也特别简单 对吧 我 我拿到一个用户 希望的这个result 就是我 这个用户最后跑到哪 然后我有一个 第二个参数 我读一下input length 读一下input length 就是说我用户到底跑了几步 多少个tradection 然后我写一个循环 当这个cass小于input length的时候呢 我去读一个private的input 然后我去对这个encoded command 我不能叫这个 我们叫command吧 我们对这个command去 处理一下 如果这个command 既然是零的话 就向左移 command是一的话 就向右移 然后我这边 可能还打印一下 当前position是啥 然后我最后的话 这个我要求啊 就是你输入这个result 确实等于你当前的position 这样的话 你这个游戏玩 玩了一段时间之后 你就可以把你当前的result 和你这个游戏序列 对吧 去用这个灵智虚拟机 去跑这个程序 从而证明 你确实是通过玩这个游戏的 两个操作 到达了你现在这个position 对这个程序逻辑 现在有人有什么疑惑吗 老师那个position 开始是100 为什么是100 那可以改99 没问题 你改99 这个无所谓 都可以是吧 对 这一个看你游戏的设定 对吧 我为了以最小的代码 来展现这个功能 我怕写着0的话 它一下子就变复数了 大家可能就觉得我有bug 所以我写一个 比较无脑的程序 就改成 你只要不改成0 其实都无所谓 你就说 就100吧 或者101 没问题对吧 这都没问题 所以这个游戏逻辑 就写完了 其实这个游戏逻辑很简单 你从这个游戏逻辑出发 你可以开发很多这种无聊的游戏 比如说 你可以开发一个人机对战 你打他一下 他打你一下 看你最后这个挂挂了没有 你可以引入一些随机数 搞一些哈希 我们下节课 讲到的host 可能就可以搞一些哈希这些东西 好 然后谁还能记得上一轮说的怎么把这个东西编成我怎么吗 还有人有印象吗 没有人有印象了吗 你们摆烂比我比我还摆 我感觉 有的有的 你就把它下下来 谁能知道 谁能告诉我是怎么compile的 就你把它下下来 然后你再放到你那网页上去 你现在你现在把rust编译成webassembly 你不编的话 你肯定成不了webassembly 因为你现在写的代码不是webassembly 对吧 所以你现在把它这个搞一下 所以我写一个makefile 这makefile稍微也不是很复杂吗 wasmpack 读一下 把这个程序 把我们这个程序啊 编译成一个叫gameplay.wasm 对吧 然后利用wasmopt 把这个wasm稍微优化一下 对不对 然后把这个接下去两个 先不管啊 先不管 因为接下去 这是如何在浏览器里面 把这wasm捞起来的一个一个过程 所以所以我们先跑这个make 先跑这个make make一下 好 它生成了一个 这里有一个 那个warning 我们看一下啥 这个nsafe是不需要的 这个是个答应 好 make一下 所以make之后就生成了一个 wasm对吧 gameplay.wasm 对 对不对 ok 然后我们再把它捞到浏览器之前 对吧 我们先把它传到我们的ckwarsm explore里面去 去对他进行一些简单的query 看一下他这个游戏的逻辑工作 和我们想的不一样 是不是一样对吧 如果不一样的话再改改 如果一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为这个游戏配UI了 我们给他先把这个 考过去啊 来一点wasm 好 好 我考过去之后 我们在这边把这个程序捞起来 好 给我们拍点 wasm 捞起来 你们可以自己在命令行上跑 我因为 因为就是说演示的时候 命令行 我有时候会忘记的参数 我就用一下我们的cloud 其实你是可以在命令行上跑的啊 重链 0 2 ok ok 好 我们把这个setup跑一下吧 所以现在有人能够给我一个正常的这个游戏能够执行完的操作序列吗 大概参数是啥有人能够想得到啊 我觉得如果有人可以想到这个的话已经可以会一半的那个那个废了 我感觉 哎 他没有事没有成功 等一下我看一下 呃 我看一下 没有成功是因为 我里面可能多了一条哦 多了一条GDP指令啊 这是我们debubber用的 不好意思我重新编一下 呃 等一下我重新编一下 嗯 哎呀我把这个删了对吧 ok 先这样 重新编一下 然后 这个我也不要了啊 因为我debug的时候要在链上的时候没有这个GDP GDP的东西啊 好重新来一下 再来一下再来一下 你们可以想一想就是说哪一个操作序列 它是一个合法的操作序列 呃 有人能知道哪一个操作序列是合法操作序列吗 有吗 没有吗 这个代码应该很简单对吧 嗯 对吧 这代码应该很简单 你应该知道第一个参数你你你能构造一个正常的操作序列 比如说向左移一步对吧 就如果向左移一步的话应该是 变成什么100对吧 如果向右移一步的话应该变成 102对吧 对吧 OK 所以其实你在这边的话 如果你有一个正常的游戏使用体验的话 怎么样的操作序列应该是对的 以102为结果 然后我只有一条命令只执行了一条命令 然后呢 这条命令是向右移动对吧 是不是 大家对这个有感觉吗 就是说我要构造一个游戏的使用序列 这个命令序列是向右移一格 向右移一格它原先是多少 它原先是101吗 对不对 所以向右移一格的情况下 你命令长度是1 那么移完之后它是102吗 你设计这个游戏的时候 这是你的游戏逻辑 OK OK 然后一般来说你怎么去调这个程序呢 这个调程序一般就这样 你把WarsomDBG打开 然后你在这边的时候去WarsomDBG 去调一下你现在当前的position是啥 对吧 OK 你去调一下你这个是啥 然后你看啊 如果我的输入 如果我的输入是101 对不对 他会跟你说什么呢 他会跟你说 你其实当前的这个状态失败在了require上 为啥呢 因为其实如果你当前这个状态来跑的话 你看 你当前这个状态来跑的话 它是101 他向右移一格 应该是102 对吧 这个大家有感觉吗 这里 这里很难 大家觉得有困难吗 你看那是102 所以当你提交 像我之前提交那个数字的时候 当你提交101 的时候 他会怎么样 他会告诉 所以这个时候 他会告诉你 实际上他的结果是啥 当你提交的一个结果 不是你预期的那个结果的时候 他是会告诉你是会证明 他是会失败的 所以怎么改这个 prove呢 你只要把这个101改成102就行了 这才是正常的结果 当你只有一条命令的时候 过了102对吧 ok 现在我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当我现在执行的这一串指令 是这个指令的时候 我是 我是这么一个玩的序列的时候 这边应该填几呢 这个有人能能反应给我吗 所以这个命令好像应该怎么填 有人能反应出来吗 对就往后加两数就行了吗 对应该是 103 103 那这里应该填几呢 不长4 不长4 ok 103不长4 ok 所以 所以当我们去去玩这个 玩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看 当你的input是正确的时候 它能产生证明的 但input不正确的时候 它不能产生证明的 于是你就可以利用这个机制 当你把这个wasm 捞到页面的时候 你就可以玩一个 能产生ck证明的 页游程序了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写这个页游程序 也就是说我们要把这套逻辑 给它怼到我们的那个网页上去 这思路是没问题的对吧 因为你现在有了game的play的逻辑 但是没有显示逻辑 怎么使用我们 我能问个问题 你问你问 就是那个public input 还有那个private input 在代码里面是怎么体现不一样的 是这个 没仔细看清 ok如果你是public input的话 就是读wasm input1 然后你private input就读wasm input0 ok 所以就比如说你这个电路的是吗 对对对 它是和它wasm电路有关 因为websm 这ck电路它支持public和private 就有时候你可能很多达他都放到private里面 然后你public那边放个哈希 把所有达到拼注 这就是一种叫common技巧 像我们这边的话 就把所有的游戏play 全放在这个input里面 这个private input里面 但是其实你只要证明 你的这个result 是可以通过你的一串游戏操作来实现的就可以了 也并不需要用户把所有这串操作 全部都显示的贴上来 只要你能提供一个正确的操作 能够让你玩到某一个状态 你就可以承认它 确实是在玩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 比如说得到多少奖励 对吧 大概是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开稿 我们这时候用了啥 你们可以自己去写react的框架 这是无所谓的 我们这里用的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definance lab的一个比较方便的 不能说很方便 一个react的框架 我们自己写react也不是高手 主要是主程序在哪 主程序在这个地方 这些都是里面都是空门建家了 因为我把东西都删了 那么主程序在哪 主程序熟悉那个react的话 其实可以从这里看进去 它其实就是一个react的strict node 然后你标个app app是啥呢 app其实就是layout里面的main这边 这个东西 就是这么一个程式 那它也非常简单 它就是有那么几个显示模块 这个我不知道大家对react到底有多熟 反正就是它里有container 然后我放了两个按钮 第一个按钮叫做往左移动 第二个按钮叫往右移动 然后我又放了一个显示position的东西 来显示我们当前的这个warsom gameplay里面 这个position到底是啥 然后我再放一个按钮 可以让它每次玩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如果它愿意的话 它可以去提交一个proof 然后我们再check一下这个historical task 看它怎么样 然后这个时候你看我已经把这程序传送到我们的warsom cloud里面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把这个游戏的md5给它拉下来 给你传上去了吗 你把md5给它照下来 我就这边照一下了 好 把这个照下来 用这个框架有个好处 就是说你可以 我这边可能有地方漏了 但是我先讲下去了 就你可以比较无脑的去起一个ckwarsom 在浏览器里的stand box 但这个并不是说你一定要用这个框架 你可以去开发一个更更更高明一点的框架 这都是可以的 我这里有个东西我忘记了 要不要加0x我不知道 可能要加可能不要加 anyway我们就可以跑一下 好 那么这个程序就没有刚才那个那么丰富了 其实就是 为什么它错了呢 看一下 我又把这个debug的东西给它混进来了 我把debug的东西删了 这个我也得想一个办法 就是说如何能够 能够把这个debug函数也丢到这个 JavaScript里面去 重新编译一下 OK 行 那我们这边就把这个小游戏开发好了 对吧 然后这个里面还load了一下 这个小游戏一共出过几个proof 你会发现这个proof就是我们前面 这个产生的这个登链3的这个proof 因为我们在这个ckwarsomcloud里面 其实跑过一次这个proof OK 那么现在呢 这个游戏只有两个操作 非常无聊 只有两个操作 它向左走 向右走 对不对 然后你走完之后呢 你要submit一个proof OK submit proof 这样你会发现这proof有什么问题 没有 这proof发现是有什么问题 没有 这个public input不对 他没有填上正确的result 还有什么不正确的地方没有 他这个没有填上我有多少步 是不是这些问题 所以说我们今天就开始 就是在这个点上 我们把这个东西去改对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去理解这个warsom 到底是怎么被load到这个页面里来了 然后我们怎么和warsom的gameplay 去进行状态通信 然后我们怎么拿到这个状态 然后怎么去更新我们的显示页面 反正就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在这节课结束 我们把这个调对 对吧 因为你这时候如果你提加个confirm 你这参数是不对的对吧 public input应该是这个东西 游戏系列执行的结果 然后这边呢应该还 有这个游戏执行的这个程度 但你这时候提加个proof 发现什么呢 submit submitting这个东西 发现有一个pending 为啥呢 就是在我们cloud上面 多了一个pending 对吧 在这个我们的这个 主要这边 多了一个pending 但是这个pending呢 不好意思我这个image application image填错了 这个 这个填错了 这个proof的image填错 反正它一定会贵 因为 我的信息反正都没填顿 OK 所以我们来看 从头开始看它是怎么交互了 这个一定是错了 因为我们的程序是 今天课程刚开始的一个程序 还没有开始改 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 我就去介绍怎么和Warsom的这个state进行通信了 在浏览期段 没有问题对吧 好 OK 怎么通信呢 你们发现在这个我们的这个代码里面 对吧 gameplay.src里面 代码里面 它这个lib里面 它有一个全局的状态 但知道这个状态 它是没有办法在那个web2的那个browser里面拿到的 所以当你import这个webassembly的时候 你要给这个webassembly提供两个expose的函数 第一个叫getposition 第二个叫performcommand 这样的话 你才能够外部去干预这个webassembly的command的执行 那么它具体体验在哪呢 具体体验在这个 这个这里面 OK 体验在哪里呢 体验在这里 我initialize一个instance 这个instance是怎么initialize的呢 你看我们把这个 js下面的ckwarsom捞了起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下面的 js下面的这个game的这个代码 这个game代码其实是 整个通信当中比较关键的一段代码 它干嘛呢 它把我们前面gameplay点webassembly怎么样 import进来 然后给这个webassembly安装一个浏览器执行环境 并且配上这个程序所需要执行的一些memory啊table啊 require webassembly import的这些函数的这个浏览器端实现 有了这个之后呢 它就可以把这个instance.export传回来 那么instance.export传回来是啥呢 其实就是说意味着 这个gameinstance 它具备了我们在webassembly里面 export出来的那两个函数 那是哪两个函数呢 就是getposition和performcommand 到这里有问题没有 这是我跳得太快了吗 还是可能需要一些background的 可能就是 我感觉这里可能我lost一些people 但是 简而言之 就是你把这个webassembly 撈到这个浏览器显示来进来的时候 通过这套机制 其实你拿到了这个webassembly export出来的两个函数 一个是getposition 一个是performcommand 那么getposition在哪里用呢 getposition就在你initialize的时候 你去set一下你的position 因为你会发现在这边显示的时候 我显示的position对吧 这个position是啥呢 这个position就是react里面这个state 所以你每一次去getposition的时候 你可以把这个position更新出来 就是为啥你在这个里面你可以看到 我moveright或者moveleft的时候 它总是能把position的状态填出来 因为它每次都是到这个ckwarsom那个地方 去捞它的globalstate 也就是position 那么还有两个命令 一个是button 命令是moveleft 所以说moveleft是什么样子呢 是执行command的0 对吧 然后moveright是执行command的1 所以给这两个button的click函数 增加add command的这个实现 所以说当它点击这两个按钮的时候 点击这两个按钮的时候 你如果做游戏的话 你可以有一排按钮对吧 你做一个修宪游戏 你可以可能有几百排按钮都没关系 但你每次触发按钮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用户提交了一个command 然后你每次根据这个command呢 你去perform一下command performcommand是什么的函数 是我们前面做的gameplay里面的函数 performcommand对吧 所以你在这边perform一下command 就每次用户交互的时候 你要把这个command的序列给他记下来 OK 然后呢 你因为你每一次和我怎么交互的时候 都是为一个command给他 所以你相当于是说是手工在浏览器的页面端 执行了这个CK main的函数 我们来看一下CK main的函数本身 所以你每一次就说相当于说你用户就在手工的执行这个while循环 对吧 你不行的执行command 不停的执行 不停执行 不停执行command OK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虽然把所有的trace全部记录下来了 但是你这个提交的时候你的信息依然不对 对吧 一个是下面这一段 但是你这边长度和你最后的result没有记下来 OK 所以你应该怎么样呢 所以你在提交的时候 你提交的时候 其实你的inputs应该填啥呢 应该填两个东西对吧 一个是这个 要填的是什么 长度 先填你的position 然后呢先把position填上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看一下 你move right move right 然后再submit proof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个好像 好像这个位置对了 但是 但是这边出了错误 对吧 move right move left move right 还是不停在减 可能有个逻辑写错了 move right 逻辑写错 move right 是 我们可能前面某一个地方 改到这个逻辑 但不管 这个东西 不知道哪里 把这个move right逻辑改了 这个应该是perform command 就对了 好 然后你这时候submit proof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对了 对不对 但你还需要一个啥呢 还需要一个 对 你还到当前到底执行你多少步 那我们可以在这边再加一下 到这里有人有问题吗 java squib是怎么拿到它长度的 你们知道吗 这个吗 这个可能还得调一下 可能连在家里够口号不管了 反正反正这个时候你看 你会发现 哎 我这个至少 至少这个零又填对了 对吧 但是这个不对 好像这个这个lens没拿到 拿个括号对吧 这拿括号吗 lens好像不对啊 这个地方 我就不管了 然后你再把你要的放放进去 你要拿那个element放进去吗 我现在其实只想拿到这个commons的lens 这个怎么拿 我这个假要sqib有点二把刀了 不太行 commands是 isn't has no callable 它好像就是lens 看一下 跑两步 对了 4对吧 看上去就不错 对不对 然后这时候你再提交呢 嗯 再提交 ok 好 summit 他又提交了 ok 什么taskid 什么乱七八糟 这个东西 好 嗯 但是你会发现 他这个 这个参数 我们来看看 这个参数怎么样 最近提交那个 参数 哎 看上去好像是对了 看上去对了 但是 这个错在哪呢 错在这个 他这个 application image 不对对吧 应该提的是哪个 应该提这一面 但他们提到上面去了 说明这个代码里面 有个地方没有把这个md5写对 我发现 new proof task 哪里没有把md5写对呢 你这下面这个地方 没有把md5写对 应该是我们今天 新提交的那个 游戏md5 ok 他是到f5解说 还是到e解说 这里 眼前的老铁 我们看一下 什么这个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呃 是c74啊 我有点乱了 是c74吗 c74 ok 这时候 我submit一个proof 这是零 肯定是不对啊 零不对啊 得得跑两步 move right move两下 再move left move两下 这时候呢 你提交一个proof 大概是这个情况 他不一定敢 confirm ok 但你肯定要签名嘛 再搞一下 这个时候你就提交上去了 但这个时候呢 还有可能不对 这个时候 还有可能不对 再有可能不对 就是我们bug了 就说明什么 我们提交这个参数 这个最后算出来的那个position 没有和我们实际的这个游戏体验 完全相复 看一下对不对 如果对的话 我们今天就差不多结束了 不对的话 我们调下bug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因为到这里的话 如果你掌握整个这套流程的话 其实你已经可以干很多事了 对吧 你可以做很多乱七八糟的夜游啊 什么东西 然后把它执行出来 然后上链 还差些什么东西呢 还差就是说 我们怎么到 这时候转人fail的了 大家觉得这个地方差错在哪 我们来把这个跑一跑 这个101和8对吧 101和8 我们来自己来手动提一下 就当你们写个夜游 但是你们觉得很可能前端那边 simulator是过的情况下 它有时候不过 那就调一下 好 我们前面那个参数是什么来着 这个fail的这个参数 你看最近有个提交fail 我们看那个参数 是101i64 101i64 把这个调一下 然后这个witness是这玩意儿 这是我们的游戏序列 这能操 我可能那个写这个例子的时候 可能空格都没有加 那这个可能就不是特别的关键了 留给大家再去改这个模板的时候 再加了 原则上应该这个应该能过 对吧 是向右移动三格 向左移动 哎 向右一二 少了一个i64 少了一个i64 向右移动四格 向左移动四格 应该回到它本身 一共是八个病例 看上去就没问题 如果你前面的游戏整个模拟 simulator过程全是对的话 应该是可以正确的 这个我知道为什么了 我们那边那边 pass参数有个问题啊 这边没有把这个分开 感觉今天可以都布这个作业了 我把这个代码传上去 谁能把那个地方调过 把这个 这个input的输错的地方给它调通就行了 那这个的话 你看它是分开了 说明它两个 两个问题 前面的话 这个可能format错了 我要讲的今天就都讲完了 下一次的话 我们讲如何通过这个prove 去链上验证 部署合约 链上验证 然后这样的话 通过你游戏的一个顺利的实施 去链上兑换一个奖励 这是我们下一堂课 然后可能再讲一些host的扩展啊 增加这个ckwarsom的应用性 然后可扩展性的这些内容 然后再下下这个课 我们讲一些batching 以及合约生成啊 这些合约包装的事情 那这通过了 好吧 然后有兴趣的人 我可以提交一个仓 你上去把这个改对 把这个逻辑改对 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 挺有意思的练习 就这里的其实填错了 应该填一个array 但其实游戏开发就这样了 你不管是你是开发 这么一个很简单的游戏 还是开发一个什么推箱子 什么多人的这种交互式的卡牌 其实都差不多 对吧 交互式卡牌 无非是你每次拿到这个input的时候 第一次在你这边拿 第二次你就通过网络链接到那边去拿 对吧 但最后肯定都是产生一串的input 最后通过个游戏的simulation逻辑 产生一个serial logic proof 那我们就这样 还有什么问题吗 看一下有什么问题 不用叫括号 对对 MD5 MD5其实就是这个 你上传的这个游戏的ID 这个application image 你看之前是课前 我们不是传了一个image上去吗 就这个 就这玩意儿 因为你每次就是说 要用这个CK awesome cloud的话 其实你得 你得把你的这个游戏程序传上来 不然没人给你出证明 那你所以说 当你要提交这个proof的时候 你要告诉这个cloud 我给哪一个东西提交这个task 让它帮我们产生证明吗 你也可以不用我们这个服务器 你就直接到命令行下去 证明也可以 命令行就是麻烦你 像现在的话 K18一般真正算力只需要 0.002美元 也就是人民币 大概一毛钱都不到吧 一分钱 所以是很便宜的 你产生个proof只要一分钱 OK 还有什么其他问题没有 这个proof 现在在我们上面的话 是K18的proof是12秒 然后加一个batch 但你当时还要等待了 等下一个每个run子 要等一会儿 一般来说是 我如果你付费的话 你付费的话 是每一mega的指令 要用30秒 就100万条指令要30秒 你不付费的话 你就多等会儿 就没关系 你付费的话 你付一分钱 你就大概是在100万条指令 大概30秒左右 我问一下 这个指令最后是 全部压到了一个是吗 对对 你所有的交互 全部都压到一个 对 整个的交互 全部都压成一个 基本上你可以走完一盘下棋 付费用的是 有可能丢失吗 这个我问题没给得到 我上面 对付费 我现在你不付费 也用GPU 你付费的话 就给你用稍微高几点GPU 然后用 对高几点GPU 4090给你加上 现在4090 国内3万块钱一张卡 对吧 我要收多少个一封钱 才能把这3万张卡收 3万块钱收回来 基本上收不回来 现在还是便宜的 可以用第三方包 可以的 在我们下节课会讲 如何拓展host 你可以用第三方包 上节课我们演示了 如何用RLP包 但你不能用随机数包 因为我们下节课 要讲如何产生随机数 因为随机数包 其实不太随机 所以你要用CK 产生随机数的话 会稍微麻烦 你不要用到签名 才能产生随机数 我觉得HAL 可能比较关心的是 我如何在游戏里面 写个引擎 能够让别人隐藏逻辑 但是又能够去正确执行 所以这个东西 我们放在下一次 我感觉今天量级不少了 50分钟 我觉得可能大部分人 还不能够从头写一个APP 可能还得对照代码 再去调吧 对了 高老师 我上次你在微信里面 跟我说 我是那个HAL 然后就是就代码上传了之后 做一个commitment 这句话我没太理解 是指MD5吗 不是MD5 是这个代码在CK过程当中 commitment 这个我下次会讲 下次下次 OK好的 这个有点细 因为今天在讲这个的话 可能就太多了 我感觉 因为还有人在问 这个步骤是怎么记录的 可能就是 可能大家还在感受感受 我再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Mate里面的话 你每一步都会 每一次他出发这个command的时候 我会把这个步骤记录下来 command点push 所以在浏览器端的话 你每次simulation成功之后 你会把这个步骤记下来 因为这是最后产生CK proof 证明所需要的input 我不知道回答 这个沉静也老铁 问题没有 OK 你如果不及时上链 丢失了怎么办 丢失了算你白玩 但是你也可以中心化的存一存 如果你真的想开发一个 比较严肃的游戏的话 你给它存一存 对吧 如果你想不开发一个 严肃的放置型游戏的话 你给它存一下 不然这个游戏玩家 肯定要喷你 但是这个可能就 你游戏开发商 再想点办法 我这边的话 也就不往这个cookie里面存了 就因为我今天跑个demo 反正你web上 里面能用到一切办法 你都往上用就行了 但你最后的话 有classless的保证 用户不会去想办法 比如说用什么加速齿轮 或者说直接上传一个结果 就能够把你的羊毛好走 因为你会去验证 它确实通过了 一系列操作 才把什么推箱子 2048这些游戏 这个玩出来 甚至玩穿 但是这个上传的这一方 它是可以这么做的 上传 链去更新的 就在链上更新这个状态的 这一方 是可以去做 跟你说的这种动作 它就加速 加速不了 如何加速 因为你得去玩 对吧 但是游戏的这个 纯这个记录的开发商 开发商 对 开发商你可以 开发商你 如果你 因为你开发商是设计一个 金融模型 让别人玩 这个其实就是说 这个方法只能保证 如果你真的 达到了兑换奖励的条件 你一定能兑换到奖励 但是你也阻止不了 开发商 他自己知道结果 疯狂兑换自己的奖励 这也没办法 这个其实是很多练游在做的时候 他去想解决的一些问题 他会觉得我开发的事情 大家在玩的是一个公平的游戏 但其实也没有那么公平 还是有一些问题在 这个讲到philosophy了 这个老铁聊不了 这个见仁见智了 我还想中心一点 因为大家都对这个东西 都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说我们讲 我怎么怎么使用 我们不讲那些东西了 这个叫我说 你说的有道理 有道理 但是我们 这个你有可能 别人觉得不是问题 因为有些人 比如说在stockware上 开发链游什么的 他们都是什么权链 什么的 他们每个立场不一样 你说的这个事实 我在我这边 我觉得是的 但每个立场可能不太一样 如果它都是联系程序的话 用户是不是要把指令 发到服务商 那里再有服务商来上链呢 你也可以用户下载下来上链 看你游戏怎么设计 你在这边写一个前端上链程序 你上下链 比如说像这个就是前端的 你verify on-chain 就在前端做 你让用户去付Gas fee 也行 我觉得 看你怎么设计 你想在前端去付Gas fee 也行 下一次我们讲deploy的时候 我们可以讲上链的选择 你在后端上链 还是在前端上链 是用户上链 还是游戏开发章上链 这都可以 因为上链只需要拿到proof 对吧 你并不需要 你用户把这个proof 这个全部抄下来 自己上链也行 因为链上就是个verify 谁提交无所谓 他只要保证verify给的奖励 是这个玩的人 这个证明里面这个address 我再问一个小白问题 就是开发这个普通的web的游戏 和开发一个要把它放到链上 要用vk去证明的一个 我听下来的感觉 是不是在witness和input那是会有区别 然后其他都是一样的 这个也是见仁见仁 你问的都是philosophy问题 我们上这课的原因 就是让大家知道怎么弄 对吧 在这流程里面去怎么操作 但是你每个人体会不一样 你觉得这块是如果大家都是一样 那肯定就是一样了 因为我 没有没有 对对 因为我讲的是流程 对对 对就是与一个新人进来 他其实没那么懂vk 但是他产用这个 那他对他来说比较难的是哪一块 就他已经会了web的这个开发 是哪一块 我想把这一块给问出来 你觉得哪一块他会需要重点关注一下 这个我是真 因为我今天讲的是这个流程 其实就是说每个人感受不一样 那有些人可能觉得就OK 有些人就觉得可能这个ckmain他写不了 我这个就搞不清楚 就是说我不知道你这边体验怎么样 你搞完之后你ckmain能写吗 还是有些人可能就是他游戏开发 他夜游开发不太熟 react他不太会写 我觉得就是是不是我自己的感觉 就是说我写了一个夜游 那我这些指令 我要明确的知道哪些状态的转化 是我需要放到ck的 这块是不是相对来说会比较难一点 你问的都是主观问题老板 你问的都是主观问题 这一块反而是比较难 对就是说 也许有时候有人觉得他自己写夜游的时候 他mvc框架 他state和rendor分的很轻 对吧 那有些人可能觉得很混 他这state和他这个显示就没分开 解误的不好就太主观了 好吧 我们就讲客观是我们这边怎么开发 然后怎么用就好 因为主观问题每个人想法不一样的 容易阿狗 老师我这儿有个问题 就是这个游戏 就是如果我积累的时间比较长了 像那个input的那个地方 像withness 他会被积累的数据量很大 证明的会很慢 你就把k个到22 你付的钱的话就30秒 如果你付一分钱 那你就30秒不会太满 好的 但是你不付钱 你就在本地跑 本地跑证明 你自己搞个服务器 把我们代码拉在下来 然后起个GPU 也还可以挺快的 但你两件事情都不肯干的话 我们就会配一个3080的GPU 给你算 那可能就几分钟 100万条指令 你就可以花上几分钟 如果你用一个比较垃圾的显卡 好的 对 但大体上就是不能到达太快 因为Warsom是一个很复杂的指定机 就基本上是100万行指令 30到40秒之间 如果你不batch的话 但你一般来说都还是可能 真正你要做个游戏的话 肯定要一大堆东西 batch在一起 对吧 所以最后可能还是会像 这个layer2 普通layer2出块一样 花点时间 那前提是你可以边玩边存着 如果你开发一个 这个off-chain的gaming的话 对 这个就有 就相当于是游戏的一个功能 边弄边自动帮它 先打包到本地或者什么的 对 你就像我前面演示 那个咸鱼游戏那样 每玩一年就产生一个proof 给它存起来 最后再把这个proof 再打包再上链 用户很可能玩个十年 他都不上链 直到他觉得这个奖励 是直回这个guest fee了 他在上链 这就是你游戏要去做很多事情 你才能够 因为你做游戏 不可能最后做出来 是这个游戏 你总会比较复杂一点 对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OK 就是如果是这种 大型游戏的话 用这个 您知识明它能保证 就是一致性 一致性的这个问题吗 一致性是指什么 和什么一致性 就是假设 我玩游戏发前面 有个宝箱两个玩家 就都看到了这个宝箱 对 我们就去 去拿这个宝箱 他这个上链 就是先后这个问题 你可能要为你的游戏 配个sequence 如果你要玩这种竞争 有竞争的游戏的话 你可能要配个sequence 如果你开发个相机 不是要sequence 对吧 你就依次就行了 你每个 CK每里面 每个循环都确保 每一轮都换个人 但是如果你是做这种 寻宝游戏的话 那你就是说 你得有个sequence 然后这个sequence 它会受到那个指令 就是不是每条指令 执行的步骤 就要通过这个证明吗 会受到这个影响吗 不会 你就每一个用户 就是说先到sequence 上面去提交一个签名 然后由sequence 通过所有人的签名的情况 来判断下一个人是谁工作 基本上就是一个order的queue就行了 然后这个人拿到这个令牌之后 才允许他执行下一条 这个 这个这个什么 这state转移 所以 但这个开发会麻烦一点 因为 因为 你实现一个sequence的话 就已经超过了我们这个 今天讲的 实现个小夜游的这个范畴了 因为你需要一个中进化的东西 来order所有人的步骤 对 谢谢 高老师我问一下 就是我看awesome里面有 perform command 那个函数是立刻会更新position吗 还是最后在zkmain那个wire循环里面 一下子最后把8步都给更新了 他你最后上链验证的时候 你肯定是8步在ckawesome里面去验证 对吧 但你玩的时候是立刻就更新了 那zkmain的作用是什么 zkmain就是说你玩是产生zkmain的witness 也就是输入 对吧 对 所以说zkmain证明的是你按照zkmain的逻辑在玩 就你上面所有的东西都是按照zkmain的逻辑在玩 不然的话你过不了zkmain的证明 但是我在刚开始在那个前端去调用的时候 实际上是不会运行zkmain的 不会运行zkmain的 zkmain是一个规则 你玩还是没有玩 最后你要是证明你的玩法符合这个规则 明白就是电路的规则 我知道了 对对对 就你玩的时候还是一个state 一个state transform 然后在zkmain里面定义了这个transform规则 所以当你玩的时候你产生一个sequence之后 你一定能过zkmain的验证 这样的话就trustless可以上链了 如果有人作弊的话 他state乱改 他就过不了zkmain的check了 因为他无法产生一个正准确的sequence的操作序列 让zkmain能够过 OK明白了 谢谢 比如说你可以开发一个两人这个文字对战 我骂你一句你少多少学 你骂我一句我少多少学 最后谁赢了 你这个规则可以写在ckmain里面 但你互喷的时候 就可以扣鞋按照一个规则来 老铁门要不就这样 因为一小时了 我感觉其实可能量有点多了 然后大家可能都会有点晕了 还有人有问题 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结束 然后那个老师这个代码你会放到 放出来吗 当时我们那个 代码会了 几节课之后我们要做个练习 所以 是的 我都写着了 都给大家存着了 最后练习 大家上去抠一下 然后抠准的话就可以退学 好的 那个深刻老师注意休息 看你好 也感冒了 我有点咳嗽 天气变化 好 谢谢深刻老师 那我们下周四见 周四周四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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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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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嗽